但是在地新聞 繼續來講這個補買的路聲 大家一定不興奮 但是這個路要怎麼做 食飲才會大伯才會鄉良 這就考驗到債夫的攻略 宜蘭的林武當路 開業一家寺 堅持秋冬搭擾 現在已經團到第三代路 今天一個看緊臺灣 國保債夫 聽到這首丟丟湯就知道已經到宜蘭了 大大小小的棟樓 拜幾百 聲音很像 有很多人在這裡看腦筋 中間有很多重擊過的痕跡 這個就是要做來調音用的 他們如果要準 我看的就是老社會經驗 聽說有一個很大型的棟樓 藏在工場來 很高路聲 又等很久 全台灣這麼大的棟樓 中間有四面 都是喝過的人搭擾 比人比較高的棟樓 有兩百四十公分看 沒創下 今是世界紀錄 不管大小民 外國都是老社會的秋冬金 喝下去 怕在搭擾是棟樓盾 必須要一堆一堆中 三米二九這個棟樓慢慢下作移行 如果不停鼠樓 你就要去控制他的 控制他的平衡 檔的平衡 這樣就可以了 不然你做得翻翻 檔樓的臉不平 都是粗冬要用體力的心頭 千腿翻臨這句話 用來這個工場 真是有夠適合 大概就是重複這樣 悄悄打打 第一就是身體上的遺憾 再來就是對於耳朵 耳朵很傷 那個要用二十磅的鐵腿 一百兩三千恰 喝下去 自小人對他們老闆喝 在鐵工廳有大閒 他老闆對品質的要求都看在我們來 也變成他團身加強的市民 工廳經過一家子 現在團到第三代任何獻的手中 他放去便宜方小口頭路 更出來這塊膠擺 也是不敢敢呼吸團體 有經過的不合計 就像雕精露音一樣 雕精鼻齒的腳步 最後整個火一條心 不要緊連手 讓樓聲為真樹風 全國中期八成宮廟的棟樓 都是從這裡出去了 對老主說 任何現場發展春 四行的修棟樓的調整 讓小孩可以自己棟手來做看看 讓民眾親近傳統的孫 也讓這個手工的英文未失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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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